我来观看大家自家吉祥的消息 明南港基本一次的世界壮年宇宙锦标赛 被称为壮年宇宙界的奥运 理工一千年有四十个国家 六百岗为三岁参加 家吉台海的体育健康休闲学系 走力到时候无场论 刚才理工英雄年 首都拿下金牌 今年再次拿下 四十五回医生 男子单打金牌 世界壮年乌球冠军 无场论标识 欧修六年集 受到教练务部上开梦 设计真实的基礎 感谢北部专业支援 感谢乌球运动协会 全培的协助 以后一五年 再万金 资金已经累积 担打 相打 三金 两人 一档 以后一齐 再拓冠军 今天加乌市政务 投身体标准之外 班军奖杯 也希望照项加乌市 志工无场论 在乌球的生肖 除了高台市府 这支建设乌球 两个体设施之外 也希望无场论 跟中华民国乌球团委 可以在加乌市 基盘国责赛事 提升加乌市 运动 跟健康的下期 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借重 文昌任老师 这样数借级的官房 是不是能够让台湾 尤其让加义 能够来办这个数借级的锦标赛 那这个不但可以来带动 我们对乌球的这个运动 的参与性 而且办数借这个乌球赛 同时可以来带来我们硬体上 比如像乌球馆 像这样子的一个设施的一个改赛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拜托 我们的中华这个乌协 能够来积极的来筹办 我们数借级的比赛 在加义办理 无场论表辞 乌球适合国陣 离体育运动 最终于和台湾 兼致世界 拥免国责 而且在这个 2010的体育运动 推电跟提升 可以让身体健康 减就医疗主管在浪费 那不只是运动技能能够提升 那我们以一般业余的角度来讲 那个身体的健康体势能 也可以提升健康体势能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自己个人在 投入这个 那个竞技 这个状元的竞技运动 这个产业区块里面的一个感想 那我个人有一个期许 我是觉得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扮演一个推手的一个角色 让国家能够重视壮年的这个区块 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体育运动是一个最容易让台湾能够走入世界 洋民国际的一个方法 那相对的体育运动的推展跟提升 也我想刚刚我讲过的 就是说可以减少 尤其是状元这个区块 你大家有投入这个运动的时候 那其实可以减少医疗的支出 这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很健康的话 那我相信台湾在医疗的支出这个部分 浪费的资源的浪费会减少许多 我想这次 吴长润即使自己未来可以扮演推手 让国家重视重量体育运动的推动 最新新闻 资源东家旗市采访报当